车主赶忙去车上 拿手机报警 而徐波以及随后赶到的队员 也担心起了大妈的伤势 大妈斑马献上被撞 现在躺地上又动弹不得 心里很害怕 于是想请徐波帮个忙 按照大妈提供的地址 队员李矿舰找了过去 这时交警也赶到了现场 你几岁啊 他和谁东西 我们怎么小夫妻呢 他和他得运 另一头队员李矿舰也找到了井丘公寓 一番打听后找到了大妈的儿媳 随后大妈的儿子儿媳赶到了现场 120救护车也正好赶到 20岁了 20岁了 白天说的 他怎么去弄啊 都是那个大的东西 就是他们去弄 那这个老踏步 他的话 我有的 说他是什么东西吧 我有的 他不去买到的 他不买到的 买到的 他的厕所 买到的 难道 难道 他的厕所 他的看我的 他还在换得了他会帮行 如果去打着他搞得了 他就叫他叫他叫他 结果开了自己